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 十二 爱与价值 作者陈默 朗读者圣患 爱情无价 所以它常常与价值观念的世界无缘 不仅是冲突 而是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人们永远也弄不清爱是什么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爱什么都是 又什么都不是 它是无可理喻的 至少是不能用价值世界中的惯常眼光来衡量 郎才女貌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爱情公式 天造地设 家偶无疑 既表明了男女之差异 又表明了男女的和谐 以及这种和谐的秘密 郎才意味着智慧 也意味着取得成功 进而取得与个人的社会地位相称的权力与财富 因而意味着权力 荣耀 金钱 地位 华屋 以及一切生活基础 而女貌 则不用说包括端庄贤淑 衣着华丽 活泼天真 小鸟依人等等 总之是使女性美具有最大限度的吸引力 让男人们带着她的一切来求爱 来飞蛾扑火 这与其说是中国人的爱情观 不如说是中国人的婚姻观 须知 郎才与女貌的相配 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价值交换的形式 这种被认为是家偶的普遍公式的价值形式 在爱情世界中 在自在的和自由的爱情世界中 却不一定能成立 因为爱情是情不自禁的 又是难以理喻的 且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小说《侠客行》中的例子 梅芳姑爱石青 而石青却取了敏柔 且一心一意地爱着敏柔 石青为什么不爱梅芳姑呢 不知道 爱和不爱似乎都是没有理由或无法解释的 小说的最后 有如下一段发人深省的对话 梅芳姑转头向石青道 石青 我早知你心中便只有敏柔一人 当年我自毁容貌便是为此 石青难难地说 你自毁容貌 却又何苦 梅芳姑说 当年我的容貌和敏柔到底谁美 石青伸手握住了妻子的手掌 愁愁半赏 说 二十年前 你是武林中出名的美女 那子容貌虽然不恶 却不及你 梅芳姑微微一笑 哼了一声 丁不似却道 是啊 石青你这小子太也不识好歹了 明知我的芳姑相貌美丽 无人能比 何以你又不爱她 石青不答 只是紧紧握住妻子的手掌 似乎生怕她心中着脑 又再离去 梅芳姑又问 当年我的武功和敏柔相比 是谁高强 石青道 你梅家全家传的武学 又兼学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武功 丁不似插口道 什么稀奇古怪 那是你丁四爷爷的得意功夫 你自己不识 便少见多怪 见到骆驼说是马背种 石青道 不错 你武功兼修丁梅二家之所长 当时 那子未得上清贯 见学的真谛 自是训你一筹 梅芳姑又问 然则文学意图 又是谁强呢 石青道 你会作诗填词 咱夫妇识字也是有限 如何比得上你 石破天心下暗暗奇怪 原来妈妈文采武功 什么都强 怎么一点也不教我 梅芳姑冷笑道 想来针线之巧 烹饪之精 我是不急这位敏家妹子了 石青仍是摇头 说 那子一不会补衣 二不会裁衫 连炒鸡蛋也炒不好 如何急得上你千零百利的手段 梅芳姑立声道 那么为什么你一见我面 始终冷冰冰的 没半分好颜色 和你敏师妹在一起 却是有说有笑 为什么 为什么 说到这里 声音发颤 甚是激动 脸上 却仍是木燃 肌肉都不烧动 石青缓缓道 梅姑娘 我不知道 你样样比我敏师妹强 不但比她强 比我也强 和你在一起 我自残行贿 配不上你 梅芳姑出神伴赏 大叫一声 奔入草房之中 忽听得丁不似大叫 芳姑 你怎么寻了短见 我却和这姓石的拼命 石青等都是大吃一惊 上面的例子 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梅芳姑样样都强 应该是可爱的 然而却始终没有得到 她的心上人的青睐 她的心上人 却一心一意地 爱上了一位 什么也不如她的敏柔 为什么 你不但比她强 比我也强 我和你在一起 自残行贿 配不上你 这是一种答案 这使我们想到了 陈家洛对霍青彤的 情感态度 以及有关男人 内心怯弱 而外表又要强的话题 正如陈家洛会爱上 把她当成天下第一英雄好汉的 单纯的喀斯利 石青也本能地选择了 样样都不如梅芳姑的敏柔 只有与敏柔在一起 石青才不会自残行贿 不会心里失去平衡 失去男子汉大丈夫的心里支柱 这是一个老话题了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涉及过 这里不多说 看来女子无才便是德 是男人对女人的要求 也是男人的一种消极防御措施 女子倘若有才了 就会使男人们自残行贿 从而敬而远之 这又暴露了男人的悲怯和自私 当然 除此之外 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 石青说配不上你 固然也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但也不排斥有一部分是出于委婉 出于对对方的同情和安慰 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样 怕过分的伤害对方的爱心 同时伤害他的自尊心 而且当石青能够当着众人 尤其是自己的妻子 即爱过自己的女人的面 说出自残行贿 配不上你的这种话时 至少表明 说这话时 他已正视了自己的悲怯 并在一定的程度上 战胜了这种悲怯 否则 真正的悲怯是说也不敢说的 石青的另一部分回答 也是真实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句 梅姑娘 我也不知道 上瘾的那段对话 几乎彻底颠覆了正常的价值世界 更好的 更可爱的 得不到爱 而样样不如前者的 却获得了终生的幸福 和真挚的爱情 这有何道理 没有道理 所以石青说 我不知道 他这样说是真诚的 他真的不知道 正如我们谁也不知道 谁也无法解释 谁也说不清楚 石青为什么不爱梅芳姑 我们只能探知或猜测 其中的一部分原因 那就是男人的悲怯 与自残行贿 但肯定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那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我知道了 相爱是不可理喻的 说得出来的优点 那不是爱的原因 正如我们真正的爱着什么人 反倒不一定能说出 我爱你什么什么 女貌既然不一定是得到爱的资本 那么郎才又如何 同样 郎才也未必是爱的资本 不一定是爱的吸引力 或可爱的优点 条件 我们很容易想到 《非狐外传》中的 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苗仁凤 这无疑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汉子 他的武学才华与功力 无疑是超群的 且他好为金面佛 可见 他的为人品格 也是值得敬仰和爱戴的 然而 他的妻子南岚并不爱他 而最终抛弃了女儿 也抛弃了他 南岚跟着田归农走了 田归农是个什么东西 田归农不是个东西 苗仁凤是一位出身贫家的江湖豪侠 妻子却是官家的千金小姐 这种阶级之间的差异 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婚姻基础的裂痕 这一裂痕在一起热恋时 或许不会发现 但在日常的生活中 却会慢慢的显现出来 在这里不承认阶级差异和矛盾是愚蠢的 鲁迅先生说 贾府上的交大也不爱林妹妹 是有多重意味的 苗仁凤沉默寡言 整天板着个脸 妻子却需要温柔体贴 低声下气的安慰 他要男人风雅斯文 懂得女人的小性 要男人会说笑 会调情 这些需求固然含有官家千金的修养和理想气质 同时也含有一般女性的本能 而苗仁凤空拒一身 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武功 妻子所要的一切却全没有 如果男小姐会武功 或许会佩服丈夫的本事 会懂得她为什么是当世一位顶天立地的奇男子 但她压根瞧不起武功 甚至从心里验增武功 因为她父亲是给武人害死的 起因是在于一把刀 又因为她嫁了一个不理会自己心事的男人 起因是在于这个男人用武功救了自己 她一生中曾有一段短短的时光 对武功感到了一点兴趣 那是丈夫的一个朋友来做客的时候 那就是这个英俊潇洒的田归农 他没一句话不再讨人喜欢 没有一个眼色 不是软绵绵的 叫人想起了就会心跳 但奇怪的是 丈夫对这位田相公却不大瞧得起 对他爱理不理的 于是招待客人的事就落到他身上 相见的第一个晚上 他睡在床上 睁大了眼睛望着黑暗的窗外 忍不住暗暗伤心 为什么当日救他的 不是这位风流俊俏的田相公 天生是这个木头一般睡在身旁的丈夫 终于有一天 他对他说 你跟我丈夫的名字 该当调一下才配 他最好是归农种田 你才真正是人中的凤凰 也不知是他早有存心 还是因为受到了这句话的讽裕 终于在一个热情的夜晚 宾客侮辱了主人 妻子侮辱了丈夫 母亲侮辱了女儿 那时 苗仁凤在月下练剑 他的女儿苗若兰 甜甜的睡着 南兰头上的金凤珠钗 跌到了床前地上 田归农给他拾了起来 温柔的给他插在头上 凤钗的头 轻柔的微微颤动 于是下了决心 丈夫 女儿 家园 名声 一切全别了 他要温柔的爱 要热情 于是他跟着这位俊俏的相公从家里逃了出来 于是丈夫抱着女儿从大风雨中追赶的来 女儿在哭 在求 在叫妈妈 但他已经下了决心 只要和龟农在一起 只过短短的几天也是好的 只要和龟农在一起 给丈夫杀了也罢 寡了也罢 他很爱女儿 然而 这是苗仁凤的女儿 不是田归农和他生的女儿 他听到女儿的哭求 但在眼角中 他看到了田归农动人心魄的微笑 因此 他不回过头来 在一定的程度上 南兰有些像托尔斯泰底下的安娜卡列尼娜 她是中国的安娜卡列尼娜 从她的故事中 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爱情的不可理喻的一面 同时也能更清楚地看到爱情的非价值的本质 如果爱情有其本质的话 爱情的独特性及与个性的联系 就此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如若南兰是一位江湖女侠 也许她对苗仁凤的武功人品 会有更多的了解和爱慕 同时 她们生活在同一价值世界之中 苗仁凤的可爱程度 也许会大大的升值 正像我们读者对苗仁凤的武功人品 风采 气度的敬佩与爱慕一样 然而生活是不能假如的 偏偏苗仁凤救了南兰 南兰也嫁给了苗仁凤 从而上面的那一幕几乎就是必然的产物 一般的说 女人渴慕男人事业的成功 但许多女性并非最新于男人的事业本身 而是向往男人的事业成功之后所能带来的一切 诸如荣誉 地位 金钱 权利等等 这与男人对待事业的态度形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 因为男人必须专心致志地对待事业本身 而这种专心致志的热情 不仅会导致对事业成功之后的副产品的冷漠 同时几乎是必然的要对自己的情人或妻子施约 因为他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在自己的事业之中 非如此就不能成功 非如此就不是真正的热爱者 从而在自己的经历 时间及爱心的分配上 就会产生尖锐的矛盾 女性不仅需要男人的事业 更需要男人的爱 如果男人的事业成了爱的障碍 女人必然会恨上男人的事业 正如男蓝对苗人凤及其武功那样 苗人凤的寡言少语固然是性格使然 但也有他的事业因素在内 那天晚上 田归农与男蓝热情的结合在一起时 苗人凤还在月下练剑 这就微妙地暗示了苗人凤的寡语少言 以及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热情 来对待男蓝的一部分原因 有意思的是 南蓝在与田归农私奔之后 田归农风流洒脱 清廉密爱 追趣调情越来越少 也越来越缺乏生机和活泼 这几乎是一种图示 一旦热恋的激情消失 双方的热情冷却 两人之间的关系就会露出本来的面目 就会感到尴尬与失意 除此一般的原因之外 田归农提心吊胆 深怕苗人凤的报复 当然也会影响他的风度 进而他也要抓紧练功 不但要应付江湖风雨 要应付苗人凤 所以非要练好武功不可 为此 南蓝便加倍又加倍地落入了异常尴尬的境地 因为他是为了爱才与田归农私奔的 正是不惜武功才离开苗人凤 怎知田归农也是要整天练功 还要整天提心吊胆 而说到武功 田归农又怎能和苗人凤相比 在《飞狐外传》《雪山飞狐》两部书中 作者都给南蓝安排了一个后悔 但悔之晚已的不幸结局 这一结局不仅是合理合情 而且也是作者对这一人物 及其追求的一种总结 也包含了作者的道德判断 及其审美态度 但是南蓝后悔了 肯定还会有新的女性会像他这样做 甚而南蓝到后来是悔悟了 但若是再让他重新生活一遍 他又能怎么样 多半他还会这样 还只能这样 只要和归农在一起 只过短短的几天也是好的 只要和归农在一起 给丈夫杀了也罢 寡了也罢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一种魔幻的力量 这就是爱情